最麻烦的是晚年没有佛报很可怜 少壮的时候没有佛报不怕 你有很好的身体 你能够一样生活下去 老时候没有佛报没有人照顾很痛苦 所以佛教我们洗腹 佛自己洗腹 生活当中一点一滴不浪费 你们看阴光大师的专辑 阴光大师吃饭了 饭吃完了 石头把那个碗里都填填干净 一滴都不浪费 那他看到别人吃饭的时候 饭里面还有饭 他都会或只会教训人的 你有多大的佛报啊 洗腹就是赔自己的腹 浪费就是把自己的腹消耗掉了 所以你愿意把佛报消耗 将来做一个没有佛报的人 那你就干下去 你要想自己 晚年以后佛报能够比现在好一点 那你一定要洗腹 那这个现在这个浪费的习惯是跟外国人学 外国人讲究消费 中国人讲究阶级 那为什么他不鼓励消费 他东西出产东西卖不掉 他鼓励消费 中国东西就是家居 坐一板凳 中国家红木家居 可以用多少年呢 至少能用一百年以上 他不需要在这做新的 中国人建一栋房子 至少要住三百年 外国人不要啊 住个十几年就不要了 测掉重新再盖啊 他要搞新点 所以他的东西不结实 外表看很好看 不结实不耐用 他就鼓励你消费 中国人是讲老家 房子建造的时候 能够用三百年 三百年差不多是五六代啊 真的是爱护自身 这个不一样 最容易浪费的 我们平常看到的 你看卫生纸 这从前没有啊 从前有处置啊 现在卫生纸 用完了马上就丢了 擦个脸好几张啊 出家人 贫穷的人 他有个习惯 这一张卫生纸 要用很多次 用到不能再用才丢掉 用一次一点点 叠起来 我又有这个习惯 我绝对不会是 这个 擦个鼻涕的时候 用几张卫生纸 不可能的 我大概 一张卫生纸的时候 可以用一天 顶多一天用两张 我因为我没有佛报啊 所以晚年 还有这本佛报啊 这就是 这个几十年当中 学佛之后啊 懂得了 越来越清楚了 知道谢佛 我有福 给别人想 那我的福还在呀 越急越多啊 有福就想 想过分的了 这个 这个不可以 这不少事情 所以这些 古人的教诲啊 还是非常有道理 那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